我是善熙如 一位寵物訓練師 像偵探一樣 從一開始進門 我們就會去觀察 貓咪的行為 還有主人的一些動作小細節 除了訓練方法之外 時間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需要時間讓貓跟狗去進步 因為訓練沒有接近 我是善熙如 一位寵物訓練師 我能夠幫助四組 解決他們貓狗的行為問題 讓牠們可以輕鬆快樂的 和寵物一起生活 我從小就對動物非常有興趣 自從我在大概十年前 養了一隻貓之後 我對牠的行為有很多的不了解 不曉得說 牠為什麼會對我翻肚子啊 有時候摸牠 牠又會咬我 所以呢 我就去找到這個培訓的機構 讓我們去了解說 貓咪的行為 到底在代表什麼 最後順利的考上APIA的證照 也當上寵物訓練師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會一直把訓練師跟溝通師搞混 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是不是可以知道 我們家狗狗在想什麼 你是不是可以知道 我們家貓咪到底在喵叫什麼 中期就會有很多的四組 私訊我 希望我提供一些小訣竅啦 那牠的貓狗是不是就可以快速的 獲得一些改善 那直到最近才有比較多的人知道 寵物訓練師這個行業 當一個寵物訓練師最主要的是 他一定要很有耐心 才有辦法去 去瞭解牠的需求 那再來就是觀察力很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沒有仔細地去觀察動物的需求 或者是分析牠的行為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牠的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 第三點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思想要非常的單純 如果你想的太多或常常用人的角度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理解動物的想法 或者是動物的行為 寵物訓練師其實就是像偵探一樣 從一開始進門 我們就會去觀察貓咪的行為啊 還有主人的一些動作小細節 從旁邊去觀察到底是 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那有一些人可能太高興太興奮了 然後我一進門呢 牠就會把貓咪抱起來 可能想要歡迎我 那像這些行為就是很不必要 因為牠可能就是會跟平常的狀態是不一樣 那這樣子我就沒有辦法觀察到 真實牠們的互動 像是貓咪咬人的問題 我就會先去問說 大概都是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咬你啊 那咬的次數啊 或者是每一次咬的時候啊 你都是怎麼去回應 怎麼去處理這個咬人的問題 雖然都是咬人的問題 每一隻貓都有不一樣的原因 可能因為四族的應對方式 可能本來是因為想跟你玩啊 咬你 想要用那個動貓棒引開 牠變成以後 牠想要玩動貓棒的時候 都用咬的 來告訴你說 欸那你可以跟我玩動貓棒啊 有一些四族可能不知道說 牠自己的回應跟互動 反而會去刺激貓咪 造成貓咪咬牠 所以牠會覺得說 貓咪是故意的是調皮 但牠卻看不到自己的問題 我遇過很多種的四族 那有一種呢 是牠認為說 是不是貓咪跟狗 交給我訓練 那訓練好了之後再還給牠 那有另外一種呢 是牠認為牠自己本身 可能沒有問題 是貓咪或者是狗狗的行為 非常的故意 牠可能不知道說 牠自己平常的應對方式 還有飼養上的一些環境上的管理 那造成貓咪和狗狗有這些行為問題 那我不是要跟四族爭論對或錯 我主要是要來幫助四族 去了解牠今天貓狗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 與四族溝通也是需要各種的方式 因為訓練主要是需要四族的配合 那有些四族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呢 牠的貓狗就會變好了 除了訓練方法之外呢 時間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需要時間讓貓跟狗去進步 因為訓練沒有捷徑 其實訓練師這個職業的收入 是很不穩定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四族 牠需要先自己發現牠自己 狗狗跟貓咪相處上是有問題的 才會找我們 那我們的教學目標也是 把牠們給教會 所以客戶都是一次性的 訓練師的協助 也不適合促銷自己 就是我們不適合把課程 可能遮價或是優惠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信任度的累積 從寵物的角度去發聲 像我自己平常會分享一些 我跟我們家貓咪的相處 也會分享一些我用過覺得好用的產品 這樣子就會吸引一些跟我想法相近的人來找我 有時候我會在穿搭上面去跟寵物做一個搭配 那可以拍拍照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 在出去玩的時候呢 我會選擇像這樣子寬鬆的格子上衣 搭配我的牛仔褲還有漆布靴 那貓咪我就會幫牠準備牛仔布的項圈 有時候也會另外搭配眼鏡 在穿搭上會有不一樣的搭配 實用性也高 平常上課我會選這種 剪裁俐落輕便的穿搭為主 不會有太多的裝飾 最多搭配一副金屬眼鏡 可以更加提升整體的專業度 平時在家我也會以這種穿搭為主 讓我可以更輕鬆的陪伴寵物 出洗活動的時候 我就會換上像這樣子的正式服裝 香油水鑽的襯衫 搭配白色的長褲還有皮鞋 讓整體氣質可以更加的高雅 再加上一副金屬框的眼鏡 打造微塑鹽的自然美感 我本身靜置比較深 休閒的時候 我會選擇金屬復古大框的眼鏡 重量也是我的考量之一 所以我會選擇比較輕量的鏡框 在跟寵物做互動的時候 也會比較方便 每當我跟寵物相處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特別的開心 還有滿足 牠們就像是家人一樣的存在 希望能夠讓大家 真正去體會到養寵物的快樂 其實先滿足寵物的基本需求 那貓咪要的是舒適自在的空間 狗狗需要的是四主的陪伴 很多的問題都會有所改善 我是扇欣如一位寵物訓練師 我能夠幫助四主 解決貓狗的行為問題 讓牠們自在開心地 和寵物一起生活 請教育 閉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